即日起到8月22日,千佛山华德禅寺也将带领大众礼拜两皇宝颤 凡夫的起心动念,乎不是业,乎不是罪 一般人总是缺乏惭愧心,忏悔心 如果知道自己有过失,知过,改过,人人都能为贤为胜 忏这个字的部首是心,表示要从心中来忏悔 因为一切的过失,都是心中的妄想,无名所造作而生的 再者,悔字,左边是心,右边是美 表示不但现在要忏悔,而且美犯不忘 时时刻刻都要存有检讨,反省,改过的信念 如果能做到这一步,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很清凉 忏悔的意思是承认错误 承认错误之后,还要能负起责任 准备接受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一切后果 这才是忏悔的功能 其实忏悔两个字,忏世坚讨悔是改过了 那忏悔不是陈述认错 这样子就能够了事 今日起到国立的8月22日 千佛山华德禅寺举办良房保餐法会 带领大众称除广袭所造诸恶业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这一段时间就能够了这一段时间就能够了 这一段时间就能够了